这两天的墙内的小粉又开始激动又在骄傲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官方宣称中国护照免签150个国家 哇很多小粉就觉得中国护照越来越牛逼了 甚至有小粉觉得 哇这不打脸台湾人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过去小粉红跟台湾人的交流过程当中 台湾人经常拴小粉红的护照只能免签20多个国家 还都是一些非洲国家 突然冒出了150个免签国 当然很激动了 就觉得打脸了台湾 当然了我看到这个新闻我也非常的懵逼 中国护照怎么一下变了150多个国家 我觉得有点离谱 我还觉得这是假消息 但是我一看中国的官方都在转发 主流媒体都在报道 甚至这就是在中国的两会上面的中国官方的发言 难道是我出国太久了 国内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生活水准越来越高了 大家都有钱了 更多的国家都给中国免签了 难道是因为这样吗 这两天某委员的言论刷爆网络 说是中国护照的含金量越来越高 说走就走的旅游目的地也是越来越多 于是一众网友过来问立姐 这个事是不是真的 一下还把我也给问蒙了 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没有那么多呀 大概也就二三十个那么多 后来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某委员说的150个国家是针对的公务或者是外交护照 而我们老百姓99%只能拿普通隐私护照 真正能免签的也就二三十个国家 还都是像伊朗 叙利亚白俄罗斯这些让你去你也不想去的国家 而我们最好的兄弟俄罗斯和朝鲜对我们是不免签的 就想问一下这位委员 什么时候普通百姓也能人手一本公务护照或者是外交护照呢 中国护照免签二十多个国家 那有些人说四十多个 为什么有四十多个呢 因为有些是落地签 落地签它不代表免签 真正给中国免签的只有二十多个国家 基本上这些名字说出来 大家都不知道的 很多在非洲你去也不敢去的国家 影片后面我们会分析发生了什么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墙内的小讽 到底在激动了什么 那有小讽说 之前台湾笑我们护照不好用 我现在笑台湾人被打脸 免签一百五十国叫不好用 我们暂停就当他是一百五十个国家 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看接下来小讽的表演秀 那有小讽就回怼台湾了 因为毕竟之前常常被台湾碾压嘛 那有小讽就说 台湾本就不是国家 放进来排名本来就不客观了 一开始就预谋了 台湾免签应该插到中国大陆里面一起赚 中国强大了 台湾才有今天 未来对台政策的好坏就交给台湾年轻人了 前面说什么台湾一开始就预谋了 所以他认为台湾排名在中国的前面 是台湾人预谋的 台湾人想要台独 所以才把台湾护照放进来排名 但这个一码归一码 我们只是来谈论护照的这个强度 谁好谁坏 你就找不到那个反驳的点 因为你也知道没有办法反驳 所以就说台湾不是国家 台湾护照不算护照 它不是国家 对吧所以你才会说 一开始台湾就预谋了 台湾本来就不是国家 放进来排名本来就不客观 拜托我们没有讲这个台湾到底是不是国家 我们不是在来排名吗 到底哪个国家护照好用对不对 所以没有反驳点 你就只能在这个文字上去玩文字游戏 还有小凤说 原来我们护照这么好用 以后有机会也要申请中国护照出去看看 你就不要申请中国护照了 这待在伟大的祖国不好吗 不是说国外都很乱吗 现在伟大的华夏 什么此生不悔入华夏 来生还是做中国人 对吧 你中国那么好 你干嘛还有出来呢 对吧还出去看看 而且你看到国外都是言论自由的 比如美国人天天骂美国政府 但是万一你看到国外有人骂中国政府 万一你玻璃心碎了怎么办呢 对吧 前几年听说还是免迁非洲 疫情刚结束 中国护照就升值了 代表我们防疫做得好 其他国家都信任 中国人是健康的 谢谢国家保护了我们这么多年 傻逼似的 但是你也道出了真相啊 说前几年听说中国还是免迁非洲 也确实是这样的嘛 这个我们就不嘲笑他 然后他说疫情刚结束 中国护照就升值了 所以他的理解强行牵扯到 中国护照为什么升值 他给出了理由 他说中国啊 这个防疫做得好 国外信任咱们 说我们这个防疫做好了 所以中国人是健康的吧 对于某一个国家的免迁 是针对疫情的吗 这不是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才是最主要的因素 因为代表着你去了 你还会回来 就算美国今天对中国实行 免迁制度要去审查 但还是有很多中国来到美国 还是不回去啊 因为我身边就认识很多人在美国就直接就不回去了 拿着旅游签证就进来了 就不回去了 所以很显然 如果你像是日本人去美国 台湾人去美国 韩国人去美国 任何其他欧洲国家 很多发达国家 包括台湾 去美国 需要面签吗 还审核你什么财产证明 不需要啊 因为综合国力摆在那里 人民生活的水平很高啊 你不可能说我去了美国 我就不回台湾了 我不回日本了 我就待在美国了 不会 对不对 你可以说你不回中国了 因为中国跟美国差距非常大 我说的是很多啊 包括像是医疗服务啊 包括像是教育水平呢 包括生活环境呢 包括人民的收入水平呢 这些都是指标 感谢政府在国外疫情 这么严重之下 这几年把中国经济 带向稳中增长 听说其他国家GDP 都是下滑的 也难怪中国护照 瞬间免签这么多国家 说明国家防疫政策 取得了最终胜利 最终是胜利嘛 最终都确诊 人人都确诊了 我们家农村里面的 所有的老人都确诊了 我在美国这边的 我认识的 像教会了一些 中国的朋友啊 他们的家人都确诊了 所有人都确诊了 你跟我说 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什么叫胜利啊 笑死 哎呦 人说中国护照 应该加上香港护照 澳门护照 和中国台湾护照 中国国内版护照 中国护照呢 他还非说什么 叫中国国内版护照 好吧 他说中国国内版护照 免签28国 香港170国 澳门144国 台湾171国 加起来超过300多国家 对中国免签 因为香港澳门是中国的 台湾更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我觉得这边 你有个逻辑也有 就算香港 澳门 中国的 我就算台湾也是中国的好了 那加起来也没有300多个国家 你这怎么算呢 全世界也才200多个国家 你真的是吃人说梦啊 而且我发现你这个数学逻辑 不只是这么错乱 而且就算你把这些国家 比如说中国 外反贼是什么逻辑 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逻辑 美国爸爸不让你进美国 你反倒过来骂自己爹娘 可悲啊 日本人来中国都是免签进中国 我们去日本 还要各种文件证明 你说是日本政府刁难我们 还是中国政府刁难我们 你看他这是什么逻辑 我刚刚讲了 为什么有免签制度 各个国家之间都有 你那么讨厌日本 为什么我党还给日本人免签 日本人进中国 都是免签的 不需要办任何玩意 都直接进来了 你说打脸不打脸 中国人呢 去日本 那有各种房产证明 婚姻证明 因为如果你结婚了 就代表移民的倾向更低 因为结婚也可以移民 然后还有什么证呢 学历证明 财产证明 就各种证明 就证明你的资历很强 为什么 因为就担心你赖在日本不走了 你就不回中国了 对吧 如果真的是你说的 有国外刁难你的话 那为什么中国政府 这么不刁难日本 这么欢迎日本人进来 为什么 因为日本人的收入很高啊 人家没票 你觉得一个日本人进到中国 啊我进到中国了 我不回日本了 我不走了 可能吗 不可能呢 所以中国政府已经证明了一切 中国政府都让日本人进来免签 这不很打脸吗 中国人去 就不说去日本了 中国人去自己一直说 说的所谓的什么香港澳门呢 都还要办各种样的政绩 还要办什么港澳通行证 通行证办了 还要再办个签证签注 丢不丢人呢 那还有小粉红说什么呢 这不是小粉红了 这个是一个中国人 但他不是小粉红 所以我们还客观的啊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小粉红 但是这种人就比较少 然后他说啊 我是专门调研数据的工作者 说句真话 大家不要喷 不要盲目爱国 其实中国一年出镜人次 1.5亿真的不多 这还是疫情前的数据 中国有14亿人 另外1.5亿人次 不代表是1.5亿人 某人一年出镜出差10次 就代表10人次 而不是10个人 中国几万机组人员 每年就占了5000万人次出镜 每天机组人员来回刷人次 有什么意义 真正出国的人数 只有几千万不到 99%的中国普通老百姓 都没有出镜 这个数据还是中国自己分析出来的 所以这种文字游戏 只能骗骗绝大多数的傻子吧 哦对了 它还包括香港澳门的出镜人次 你看一下 真实的数字出来 就是有多么的打理你们的小讽啊 目前我国已经于150个国家 签署了后面签证协定 可以说中国护照的环境量越来越高 说走就走的旅游目的地也越来越多 官方在上面吹嘘 下面小讽就跟傻逼一样啊 在网上这个出镇啊 出镇到我的这个YouTube留言版了 因为我之前做过一个中国护照的那个节目嘛 现在很多小讽就还记得这件事呢 把陈老师记恨在心呢 就出来了出镇陈老师了 说你敢回应吗 说中国现在已经免签150国了 打不打脸 陈老师之前的视频呢 那以我自身的经验 我来讲一下 我跟中国护照之间的这么多年的关系 那像是我来美国 也是拿中国护照进来的 又有多少小粉能做到这一点呢 拿着中国护照能够进到美国 真的非常少 我们就不说多少小粉红能够出国了 我们更不要说又有多少小粉红 申请不到中国护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年啊 中国申请护照是一年比一年难 自己中国人申请中国护照 还要填各种证明呢 还不一定拿得到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人 大家如果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话都知道 我过去也有去过很多东南亚国家 对 我只去东南亚国家 不是因为我不想去发达国家 不是因为我不想去日本韩国 不是因为我不想去欧洲 是因为我拿着一本中国护照 我必须要从最简单的开始 一步一步的刷护照 这个很多中国人 后多或少都知道 什么叫刷护照 因为中国人呢 如果想去更发达的国家 只能一步一步来去刷护照 你要先从那些最简单的 比如说非洲国家 东南亚国家 因为你去这些国家的话 没有那么的困难 对吧 你就是顶多申请一下 然后等待大使馆的批复 我第一次出境去的国家 就是台湾 没有错 我的第一次给了台湾 那我第二次出境去的是泰国 去泰国的话 当时我差不多不到半个月 在网上申请一些资料 交给旅行社去帮我代办 泰国的旅行签证 那泰国也本身是一个 欢迎旅游的国家嘛 当时因为泰国为了刺激 国内的旅行业还是怎么样 那个签证费都是免费的 我当时办泰国的签证 是没有花钱的 记得当时还有小峰说 泰国也对中国免签 并没有 泰国一直对中国实行的是 签证政策 必须要申请签证 只不过有时候为了刺激经济 它免费了 免费不代表免签 中国是一直都要办泰国签证的 不管是洛丽签 还是电子签 还是什么样的签证 你都要事先申请 你才可以进入到泰国 不像台湾人 拿这个中华民国护照 逼刷下台湾护照 就直接进去了 这个是不一样的 那我是非常喜欢旅行的人 去了台湾 去了泰国 之后又去了很多东南亚国家 像是菲律宾 越南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新加坡都是后面了 因为一开始 肯定是会被拒签的 所以我就慢慢刷护照 刷了东南亚一大圈 很多国家 后面我又去了 你们小峰口中常说的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对 我是怎么去呢 不是说说走就走 我要提前办各种各样的证件 我要在网上申请 中国公民出入境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又要去办一个证件 类似护照的一个东西 叫港澳通行证 那对 那中国人去这些地方啊 还要办 办各种各样的证件啊 那说起来是不是挺打脸的 我至今都不明白 天天说是一个国家 完了去中国自己的地方 你还要申请 那有些自利不好的 可能还被拒绝 后来我又到了韩国 然后在韩国 办了美国签证啊 来到了今天的美国 那 以目前的很多小冯啊 就算你拿到了中国护照啊 你很顺利的拿到了 也顺利的能够出境 有多少小冯能够来美国呢 他在那边耻笑 我在美国 你能来美国吗 你都不能来美国 这两天还有小冯跑过来留言说 我那么爱美国爸爸 敢不敢骂一骂美国爸爸 拜托 我从来没有说美国是我的爸爸 不像你耶 活成这样是有多么的可悲啊 你就不能把自己 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吗 谁谁谁是你爸爸 谁谁是谁爸爸 丢不丢人了 而且我也没说我爱美国 我骂美国干嘛 美国不是我的国家 我有必要去监督美国政府吗 我觉得拜登就是超烂的 我相信有些人呢 像我一样来到美国 我都不敢骂习近平 不是说美国就是人间天党 美国问题也很多啊 我就不讲美国好的 我就讲美国的问题 我可以讲一天 从早上跟你讲到晚上 讲到你睡着了都可以 还在这边嘲笑说 我不敢骂美国爸爸 之前看到有一个朋友呢 他跟他的韩国朋友 去香港跟澳门旅行 他们一开始是在中国广东省内旅行的 因为香港跟澳门 跟中国的广东省是有边境的嘛 所以到了那个边境的时候 哎 那个韩国朋友 跟那个中国朋友就说 啊 我们要不要去香港 去买点东西 或去进去玩一玩 啊 之类的啊 大家都约定好了 几个韩国朋友 还有几个中国人吗 结果几个韩国人 过了关 咔 盖了个章就进去了 中国人进不去 啊 中国人还要回去 要搞很多天 要什么申请出入境证明 然后还要办 什么港澳通行证 通行证办下来的还不能进去 啊 他说他办下来的 结果去 去不了 人家不让他进 他说你没有签证 你还要在那个通行证上面 盖上你的签注 啊 也就是签证 你才可以进去 这不是多么的打脸呢 一个外国人来到了中国 随便进出香港 或者是中国 咔 盖个章就进去了 中国人不让进 多么打脸呢 还没到香港 就中国人自己说 哎 你这不行 你进不去 你得办通行证 通行证办好了 哎 你看我办好了 不行 你没有签证 笑死了 哎呀 这是多么的打脸呢 我记得我以前 去泰国旅行的时候 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 去很多国家旅行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最长的一个队伍 都是跟我们一样的 是华人面孔 没有错 那就是中国公民 因为中国的护照 要审查很久 为什么我们出境的时候 基本上 看不到台湾人去排队 排很久 很长 我记得之前 中国的那个队伍 真的排到那个 都排到那个机场的走廊了 那我们为什么 看不到台湾人排队呢 因为台湾现在很多国家 民主国家 还发达国家之间 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很高 所以相信台湾 跟很多国家 也有签订那个协定 大家都互相信任 台湾人去其他国家呢 就直接逼 拿个那个自助通关 都不需要当事国的工作人员 来麻烦一遍了 很多国家啊 对台湾都实行了 那个电子通关 互助通关啊 直接 就是你国的公民来台湾 逼一下 就像那个禁梯点站一样 就是 就是过捷运一样 就是这么简单 我不知道 我想想就觉得 这个对比下来 就非常的搞笑 中国人要排很长的队 然后排得很长的队 说哇 台湾人怎么这么快 台湾人你是中国的 你手上的护照是中国 中国台湾护照 继续排在那里 排得对 我们免签150国 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排队 当然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真正的大部分的中国人民呢 连护照的申请不到 更别提那个有99%的中国人 都没有出过国 所以今天我不聊了 我真的 想想都觉得好笑 好累死了 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帮我按赞留言 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 另外你可以透过加入频道会员 以及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包括不六个广告 观看影片赞助频道 你的中国好朋友 陈老师 我们下期见